2月11號 美國白宮公開發布了這份題為 《美國印太戰略的審議》文件 文件表示 美國將聚焦從南亞到太平洋諸島的 印太地區所有角落 以加強美國在該地區的長期存在和承諾 報告強調 印太區域面臨越來越嚴峻的 來自中國的挑戰 中國正運用經濟、外交、軍事手段 在該地區尋求施力範圍 試圖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大國 大陸的這樣的一個戰略防線 報告指出 中共的脅迫與侵略遍及全球 在印太地區最為嚴峻 這包括對澳大利亞的經濟脅迫 印度邊境衝突 對臺灣的施壓侵擾 對東海與南海聯邦的霸凌等等 此外 中共也破壞人權與國際法 包括航行自由等規則 中共它的這種威權輸出都變成全球一個重要的威脅 所以印太戰略它唯獨的不只是說一個軍事的威脅 也包括中國共產黨這種威權管制模式的一個輸出 我想這對於真正的國際秩序 是最關鍵、最為重要的 而且關乎人類文明的發展 報告認為 未來十年的集體努力 將決定中共能否改變印太地區和全球的規則 白宮誓言 要將聯盟關係現代化 加強與新興夥伴的關係 並投資區域組織 報告還提及一個強大的印度的重要性 美國大陸處於非常緊張狀態的印度 能夠協助防備西南角這一塊 對臺灣部分 報告則強調 美國將與區域內外夥伴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支持臺灣自衛 威嚇軍事侵略 所以從川普總統到現在的拜登總統 整個戰略邏輯是有相通的傳承的一個穩定性 也就是嚇阻中共 或者是阻止中共的軍事侵略 臺灣更應該要把握這個戰略的機會之窗 強化自己的自我防衛能力 在白宮發布這份戰略報告的同時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印太地區進行訪問 而俄羅斯在烏克蘭邊界附近集結了十億萬重兵 大有隨時入侵的架勢 對此 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分析表示 一方面 烏克蘭和臺海的情況並不一樣 另一方面 美國一直以來都在準備 如何應對兩個同時爆發的區域性戰爭 而且烏克蘭是地面戰 臺海是海空戰 對美國的軍事能力來講 應該是游刃有餘 因為布林肯還計畫要訪問南泰的群島 也著手開始進行 同時也要恢復在所羅門的大使館的設置 這一切就是要圍堵中共在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的佈局 就在大約一週前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會晤 並發表一份非常強勢的聯合聲明 互相在烏克蘭、臺海等問題上抱團取暖 以對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這一舉措立即遭到歐美國家、北約等的批評和警告